ok 那我就开始了 ok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报的这个章节是kernal density的estimate 那在讲这个之前我做一个小小前言 就是说在实物上我们很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dataset的时候 我们要去找到这个dataset的背后的机遇密度函数 那统计上有两种方式来做 第一个就是参数估计 就是说我先假定这个数据符合某个机遇密度函数 然后我去调整这个机遇密度函数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它的mura sigma去做fitting 去fitting这个dataset背后的可能的真实的那个机遇密度函数 透过这个调整我们希望说这个要越靠近这个 这个dataset背后的那个pattern越靠近越好 但是这个方式它需要一些现验知识 我这边理解就是它需要一些dominology 所以实物上你的你的情况通常不太好 那这种方式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直接透过这个dataset本身的形态性值 我们不透过一个假定的一个一个机遇密度分布函数 来做fitting 就是直接透过资料本身 那那这一节 这一节的colon density estimate 就是一种非参数估计的一种方法 那这边因为我这边有放原文 因为我怕我会超义就是超过解释 就是超过解释 所以我放在这边做一个对照 请可以跟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说有理解错误 或者说有有有讲错的地方 再再请大家帮忙一下这样子 那刚刚那一位讲解已经介绍了gm 那在这边他提到是说 他是这个gm是介于一个clustering的actimate 跟density的actimate的一种一种混合模型 那因为这个所谓的density的actimate 就是说你今天有你的数据集里面有有有有几维 那那你就要产生几维的这个机遇密度 那gm的话呢是透过加权的高式分布来来来来 他也可以用加权的高式分布来实现density的actimate 所以他这边说kd1是gm的一个更进阶的概念 然后呢每个数据点会形成一个高式的成分 然后这个得到一个无参数的density estimate 其实他这边在提到说kd是gm的一个更进阶的概念 这边他的连结性我看不太出来 从单纯从文字上看不出来说他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解释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他为了要要讲解kd1呢 所以他就先先先用的最简单基本的一个一个资料 就是说一个异维的异维的数据 然后呢他因为这个这个异维数据 我们就可以做出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直方图 这直方图就是所谓的density 在这个异维数据里面就是他的density estimate 那直方图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异维数据如果我们 因为要是描述他嘛 所以要把它分成几个离散的病 然后根据这些病跟分配到 从data里面分配到这些病的这个数量 就可以形成一个可视化的一个图表 所以他先从这个直方图来看 那下面就是先去升这个符合两个常态分布的这个data 这边呢他就是做出了这个data 然后呢 这边原来的文件里面呢 他是用none 那那那现在已经改版用density 所以 所以这边我又改了一下 那那这时候呢 因为density改成true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说会把它做normalize 就是说现在各个这个病啊 他对应的这些高度不是data 他对过来的数量 而是基因密度 因为这边已经normalize了 这边density设处之后就normalize 那normalize其实只是改变歪轴的度量 他的间距 他整体结构还是一样 然后他最主要就是要符合面积一核是E 然后呢他这边就就为证明这件事情 用这段扣去去乘一乘把面积拉出来 加一下我发现是E这样子 那就继续往下 那可是呢 你大家想看 如果说我们今天用直方图来做密度 来做这个kernodent estimate 他其实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 这个病的大小和位置的选择 其实会导致 他做出来的图的数据形态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看下面他这边用20个数据点 然后呢 可是呢他把那个病去做一个shift 病去做一个shift之后呢 就是说病的数量改变 你就看到左边跟右边好像是不同的data 拉出来的这个图 那其实是同一组嘛 你如果看扣 我们刚刚一度下就是他其实是同一个data set 只是因为病的数量不一样 那可以看到左边这样看起来 直观来看好像是一个双峰 右边是单峰 那这样子就会有一点麻烦 就是说你要怎么去信任说 这个直方图给出的这个数据分布是对的这样子 好那那这边呢他就说提到说 那那有没有我们做一个改进的方法 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把病的数量把它增加 增加到这个data set里面这个data的这个最大值 就是说我今天每一笔data 我都有属于他的病拉进去 就是说我今天每一个data set的point 他都有属于自己的机率 所以呢他就做着改变 就得到这张图 好那这张图跟刚刚那两张图 刚刚那两张图 两张直方图不一致的问题 就是说刚刚那两张图啊 他的方块组成的高度反映的 其实不是数据实际的点 因为他他要去跟你你今天 已经先决定user 已经先决定病的那个 的位置跟病的那个点 他你要跟他对齐 所以说他会很依赖说你怎么 user应该怎么去选病的数量跟范围 那你如果选的不好就会变成 刚刚看到这两个形态 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一样pattern的数据 ok那 所以呢这边他又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这边在做的改变就是说 他今天不把不把这些这些block跟病去对齐 而是将block直接去跟数据点本身的值去对齐 那 那 这什么意思 这样这样你会发现 这个每一个方块的他的大小就就变 就是说我今天 每一个方块我实际就对应我今天这个数据点 他他对应的那个值 所以呢我每个数据点我都拉出来 所以看到这个这个方块有些窄 有些比较窄 有些比较宽 有些比较宽这样子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 这样子他其实可以更直接了当的去反映这个原始这个dataset的这个pattern 就他的分布的情况 那 这样看起来好像不错 不过呢他他也继续提了 这这这个有 有一些缺点就是他觉得这看起来蛮乱的 但是呢但好处就刚刚有提到 他可以更准确的反映出这个dataset背后的pattern 那他觉得看起来一块一块的不太美观 然后呢 他就说那那我们能不能用高选来来做一些平衡 来来把这些方块做做做做平滑 而且呢 这一张图啊他的每个bin他因为他还是用方块嘛 所以说他每个bin对应的样本 每个bin里面塞进去那些那些样本那些资料啊 他都对应相同的机遇密度 那这看起来好像也也不太合理 所以呢他就用那个standard normal curve 去取代这个方块 然后呢就从上面这张图呢 就是就是去做那个normal curve之后呢 就会变成这张图 看起来就比较比较平滑 那平滑后的这张图呢 每个输入点都符合那个高选的distribution 并且呢他觉得呢这可以提供数据分布更准的一个型的 更准确的形状 那个差异可能更更少 那刚刚好所以他他这边就提到 其实刚刚已经提到的kernel density estimate的情况 刚刚这个第一张图啊 这个他叫做高帽图 就是这边的这个tofei tunnel 那第二张图用高弦去做fitting的呢 去做那个平滑曲线呢 他就叫做高弦kernel这样子 那这两个都是都是kernel density estimate 只是说你今天用不同的不同的fitting correlation去做这样子 好那刚刚就是基本的概念 那那接下来他就讲 就继续提到说kde在在食物上的用法是什么 ok那其实从刚刚隐隐约约有带到就是有一个观念 那就是说脂肪图里面看起来他的那个bing的位置跟他的 跟他的范围看起来对于你pattern的展现有 有有有很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在kde里面其实啊 他也有一个类似观念 他就是他的组合 这个kde这个这个曲线下面的那个带宽 他这边叫bandwich 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带宽 同样也会有一些关键性的影响 他这边就开始介绍 那首先他就讲说其实在psyki learn上啊 有有六种kde的方式 那这是psyki learn 那python里面他也有一些kde的一些 已经写好的那个api也都在里面 不过呢 这本书的作者还是建议你 大家还是要用psyki learn的版本 那psyki learn提中六种 然后他有好他有数十种的距离度量的方法 可以来实现kde 那另外他还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为什么推荐用psyki learn 因为psyki learn他在底层 他用了treebase的algorithm 那在做这个kde的时候啊 其实对computing time 是一个你要去考量的问题 那他说呢在psyki learn里面 他就用他的这个treebase algorithm 他有他有这个绝对隆差 有相对隆差这种方式 来trade off你computing time 还有accuracy的关系这样子 来决定这个带宽 对来决定这个带宽 那他带宽就可以用那个standard close validation 来做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他怎么来决定这个带宽 然后呢就我们就先用psyki learn里面的这一个 这个方法呢来实现刚刚的那 刚刚刚刚刚刚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把psyki learn拉进来 然后然后把数值拉进来之后去去做出来 你看这这个曲线就跟上个期其实是一样的 那注意他他call这个这个API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其实已经normalize 所以这曲线下的面积就是 这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机率密度分布暗数这样子 ok 好那现在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选这个kde 里面的这个bandwidth 然后呢是要透过这个close validation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带宽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同时呢他也会控制偏差 这里面有两件事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选到的那个bandwidth 如果太窄它其实是会overfitting 也就是说你今天一个数据点 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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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异 或者说它它它它本身它的存在 它就会对这个这个model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偏移量 所以它predact会有很大的偏移量 这会有很大的的误差 那如果说你今天bandwidth太宽 那就underfitting 就是说你这东西就不准 你没有办法 你这kde就是没有办法很很好去feed 你原来的dataset的那个pattern 所以有这两件事要去trade off 所以呢在它就提到说 在machine learning的领域呢 其实可以用一个方法来找 来找最好最佳化的那个bandwidth 就是用close validation 那它有提到啊 就是说PsycheatLearn里面有个 Colonial代色体 这一个评估器呢 就是直接使用这个标准网格搜索 它用这种工具 然后呢用gresearchCV呢 来对这个bandwidth进行优化 那我们刚讨论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dataset 所以它这边就用 live one out的close validation live one out的话 就是说我今天每一笔记脑 都当做是一个测试数据 我要确保我的那个训练集的样本数量最大 这样子 好所以它就用live one out进来做close validation 然后呢它做出来之后呢它就说 所以我最好的这个带宽 bandwidth是这个值 这样子 ok 好 所以呢它这边就是介绍说我们可以用 用这个close validation这种方式呢 来找最佳化最好的这个贷款 然后呢它接下来就提到了两个应用上的一个案例 第一个呢是在球面球面上的应用 就是说kd最常见的应用是在数据点分布的图像 比如说在西邦的可视化资料库里面 有一个kd是在里面用用在一尾和二尾的可视化方法 那那它这边要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说它今天先把先把两笔数据先拉进来 分别是两种南美洲的部分 一个是树栏一个是一个是小倒数 然后呢它把数据揉进来之后 然后用用这个bestmap把它画出来 那我用原始code 原来文件的code其实跑不出来 因为它有改版 所以我重新去去抓去抓这些package 那抓了之后就可以把 把刚刚那个那两个物种把它画出来 ok 这个画出来那刚刚刚刚它提到那两个物种 那两个物种在南美洲的分布情况 地理位置的分布情况这样子 好 其实呢你从这张图呢 他说我们人为很难去看出它的密度分布 因为在这个范围啊它几乎都重点 然后呢这边很多 那其实呢这个图有很多的分布点 它有1600个数据点在这个图里面 所以呢那我们就想到说 他就想到说能不能用KDE的方式呢 来画这两个物种的实际的密度分布的情况 ok 那这边要提到的是因为这边是地图 它用的球面做 它是用球面做标系统 它是用球面做标系统 不是平面做标系统 所以所以呢它在距离度量里面 它用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韩式这样子 来表 来算那个曲面的这个距离 ok 好 所以呢它用 KDE呢就做出了这两个 这两个物种在南美洲的分布的图 就可以看到说 它跟对比前面的那个闪点图 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 这两个动物在地理上分布情况 可以像可以看到这个物种 它是在比较靠近这边是比较密集的 ok 那这个物种其实是在更更西 更西北边这边 那从刚刚的闪点图 其实我们完全没办法去做出这样子的 的结论 ok 好 这是第一个它的它的应用 那第二个呢 它就提到所谓的在那时候 哪一符的这个分类器的一个应用 这个哪一符的意思就是 大家应该都很熟了 那哪一符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dataset里面 我每一个class 彼此之间 我假定它是 它存在的是independent的这个性质 就是 就是这个哪一符 那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发现 好像叫朴素或什么的 所以 那它今天是说 那我今天要用在的是 如果说今天我的dataset里面的class 彼此之间 其实它不具独立性 那用这种分类器的话 要怎么做这样子 ok 好 那他就 他就提了一下说 那我们怎么用kde来 来 来 建这个 这个分类的模型 然后呢 他也提到说 他他后面也会用psycderm的方式来建 这个自己定义的这个 这个评估 这个estimate 好 ok 那之前我们有之前 应该在在前几节 有提高过这个所谓的这个nif 的 的被业式的这个分类器 那这个里面的每个类别都是有一个简单的这个生的模型建出来的 然后呢 再再再用这些 啊 类别来 来建一个分类器来做分类 但是 对于高选的 的nif bias 的分类器来说呢 真的模型 当然就是用高式分布函数来做 那对于kde的话 我们就可以 不用去考虑说 这个刚刚提到那class 彼此时间 到底具不具备独立性 我们可以去除掉他的 他的这个 要不要独立 要不要具备独立性的这个特性 那每一个类别 我们就可以用更复杂的生存模型来产生 然后再训练一个分类器来分类 这样同样是bs分类 但是你就 你可以用的这个范围就更广 你不一定你的class彼此 本身都是 都是要具备独立这样子 那他的步骤是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说将训练 将training data 先label in好 然后就就就先画好分类 先各个label好 然后呢 对于每个类别呢 再用这个kde去做fitting 每个kdefitting之后 每个kdefitting之后 我每个类别都有一个生存模型 这样我就可以去 有了生存模型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来造这些data 所以我就可以去观察 在任意给定 给定label y情况下 我x出现的几率这样子 好那再来呢 就是说 对于训练集中的每个类别 我们从样本数量也可以算出 这个鲜艳的几率就是p of y 然后呢 所以我们要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今天一个unknown的一个x进来 它到底要怎么被分配到对的y去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用这个后焰基率 就是说 给givenx下 然后它是分配到一个given unknownx下 它分配到y的几率 对于各类别来说 那这种简单的baseline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东西 这个后焰基率其实就是 这个 这个p of y 然后跟giveny下x几率的成绩 ok 所以呢就可以对每个类别去算这件事情 然后 对于每个类别的最高的那个后焰基率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unknowns去做分类 就把它归到最大的这个givenx的y的几率值 这样子 好 所以呢它的这个分类器的做法就是用这四个步骤 好 然后呢有有步骤之后 他就他就说 那就用Psycidem的方式来来做给大家看这样子 那这一段call啊 他他他后面就就每一块每一块有有详细的来来解释 首先第一段就是说 你在做制定义分类器的时候 其实其实在Psycidem里面有个base estimate 你就直接去计算他来来往后做就好了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块就是做初始化 那第三块的话就是说 我每一个class有对应的分类标签 然后呢 我每一个class我要去fitting一个kernal density的estimate 因为我要做出那个生成模型 然后呢 这边我也可以去算刚刚提到的那个先验几率 最后呢 再用这个fit的方法 把它 你看他return为self 所以他会在这里面去做一个链式的操作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最后这一段就是说 我今天一个unlone的一个data进来 我怎么去做分类 那这个分类器就是用到刚刚提到的那个概念 就是 就是 把这个后验几率去 这个后验几率就是由刚刚提到的那两个式去乘起来 那他的shape呢 就是 我 我今天有几个class 然后 然后 n个class乘当n个sample 就是 就是他的shape 就是他的shape 这样子 好 ok 所以他就用这种就是用这个方法呢 来做出这个分类器这样子 好 那 我看一下 他这边有提到说 用自定义的一个estimate 去 去把 去把那个anist的手写数字的data先把它拉进来 然后呢 他用 他示范一下怎么去取这个代换值 这个bandwidth的值 ok 那一样嘛 他就是用刚刚提到这个close variation的方式来 来把这个anist的这个数据去去把他的代换把它做出来 最后他做出来的bandwidth是在看一下 是在这边是 这个6.13 然后他对应的最高的这个accuracy 所以他就 如果要做这个anist的话 这种数据的话 他就是会 他带宽就会选择这个值 因为他评估说 这样子你对 对 对整体的accuracy 是 是最高 这样子 好 那 这个做出来的accuracy是0.96 他这边有提到 你如果说是用 用原来的那个 呃 这个naif的 的这个 这个 这个分类器的话是0.8 0.80 所以 所以其实用用kde来做生成然后来做后验 得到这些后验来做分类啊 是比这边这个还要高很多的这样 ok 好 然后呢他最后 呃有做一个 有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 嗯 看一下啊 这边 ok 就是说 透过刚刚的这种这个流程所做这个分类器啊 他有个很好的优点 这优点是什么 就是说他对可解释性有帮助 因为 你今天你是对 你对每一个on弄的这个这个data进来 这个这个sample啊 你其实可以得到 不只得到这个 这个几率这个这个几率的分类 而且你还可以得到这些数据点分布情况的 这整个很完整的这个distribution 你都你都找得到 你都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需要的话呢 你还是甚至可以给出一个一个直观的一个解释 因为你知道他整体的distribution在哪边 那你如果说去用其他的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如果 的方法 比如说 svm或者是random forest 其实蛮像黑盒子的 你不太能够去针对各个class 啊 针对各个对 针对各个class去去看 去看他的情况 那他这边有提到了 呃 两点 就是说你今天kd 你后续还可以做 怎么样子的优化 好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是用 呃 是用close validation的方式去找带宽 那个带宽我们都是用固定的值 对不对 那他这边就说 第一个其实呢 你可以考虑 每一个class 他都是用不同的带宽 OK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刚刚在找带宽的时候 是基于他整体的accuracy 他整体的预测分数 那 那 呃 你可以用这个 生成模型下的这个 这个likelihood的那个值 来找 而不用整体的这个accuracy 那这样可能会 效果会更好 这样子 好 OK 所以 我今天的报告在这边 看大家有什么要讨论 大家有问题吗 我还有个问题 哦 呃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kd用在更高维的经验 是说kd用在更高维的吗 应该是有啦 因为他只是这边举例 然后是用低维度的data来做 我 我想要 呃 是不是他在 在高维上面 他他同样也是ok的 嗯 其实我觉得应该应该是没有关系 因为因为啊 他是 他是对 像刚刚提到的那个 那那是哪一符的 bias 的bias分类器 他他是对每一个class去做 去做生成模型吗 所以我今天高维度的话 只是说我今天生的模型比较多 所以应该是 像直观来来想应该是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当然我不知道实物上会会怎么样 好 这部分好像在下一本书 好像是第九章吧 那边有 比较理论上面的探讨 到时候 再可以回过头来 交叉验证这个实物的这一部分 我想到时候 主讲人还有其他人 应该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那现在还有问题吗 那问题举个手 没有问题的话 就谢谢 教宾KD详细的讲解 谢谢 谢谢 谢谢